明底裹板豪華三明治 拿5片吐司記得切邊哦 要不影響口感 淋上自己喜歡的醬汁 放上喜歡的食材 再來一片醬汁 然後依次疊好 打兩個雞蛋 麵包的6面裹上雞蛋液 熱鍋 包包的一層油 然後把吐司松邊 大功告成啦 第三集來了 鹽絨金莊 然後規矩三片吐司切邊哦 然後放上巧克力 喜歡吃的可以多放一點 打兩個雞蛋 一勺白糖 100塊牛奶 把吐司泡進去 再把吐司的每一面刷上雞蛋液 平底鍋刷油加熱分邊 嗯 這口感 放棒吧 第四集來了 第一卡彩虹三明治 紅薯紫薯蒸薯 喜歡甜的可以加點煉螺 然後把它們壓成泥 吐司切邊 然後抹勻紅薯紫薯 按順序把它們滴滴滴滴滴滴滴 上雞蛋液 小火 先煎四個側面 這樣不容易燙熟 大功告成 第一卡又好吃哦 第五集來了 以雞胸肉來個按摩 蒜末一勺生薑一勺生抽兩勺 蠔油一勺 料解一勺黑胡椒一勺 蜂蜜蜜適量 醃製十分鐘 把醃製好的雞胸肉熱油煎熟 三片吐司切邊 淋上沙拉醬 放上生菜 雞胸肉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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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老規矩 六面攪上雞蛋液 小火每面煎至金黃 這次你不加沙拉醬就是真的第一卡 第六集來了 簡單易學的蜂蜜小金條 打兩個雞蛋攪散 黑芝麻一勺 白糖一勺 攪拌攪拌 把吐司放進去 沾滿雞蛋液 整齊的擺在烤盤上 烤箱150度15分鐘 大功告成啦 淋上分泌 一份好吃又好看的下午茶甜點就多好啦 會爆漿的三明治 你們吃過嗎 有兩勺生抽兩勺 老抽一勺白糖一勺 蠔油一勺水澱粉小半碗 加熱攪拌至粘稠 撒入芝麻 倒入煮好的肥牛 老規矩的吐司切邊 淋上沙拉醬 放上生菜 肥牛 一次疊好吐司 把吐司的六面都沾上雞蛋液 小火煎至美面金黃 大功告成 最後把之前剩下的蜜汁醬汁淋上去 包菜先切絲 兩個雞蛋 一勺鹽 一勺黑胡椒 攪和攪和 再來一點點油 把拌好的包菜 倒進三明治雞裡 壓三分鐘 再一次放入吐司 火腿 包菜 沙拉醬 再來一片吐司 壓個三分鐘 好丁啦 早餐上明治 就做好啦 吐司切四小塊 放進烤箱 一百五十度十分鐘 環油 蒼末 蔥末 鹽 少許 攪身體 抹在烤好的吐司上 拿一把姿勢 再進烤箱兩百度七分鐘 濃香四溢的蒜山小方 就做好啦 嘿我是小石七 今天我又來霍霍吐司了 培根包在吐司外面 沒吃過吧 鴨扁的吐司 放上雞蛋碎 捲起來 然後在外面 捲一片培根 牙籤固定 烤箱一百八十度十分鐘 培根吐司卷就做好啦 嘿我是石七 我又來霍霍吐司了 最近真的很喜歡這個海鴨蛋黃醬 抹啥啥好吃 棒啥啥香 這樣子做出來吐司好吃到沒朋友 你看看我 太會做吃 身邊都沒有朋友了 當然 十四歲也不能少呀 進烤箱一百八十度十五分鐘 嘿嘿再來一勺蛋黃醬 海陸空吐司就做好啦 你學廢了嗎 嘿我是石七 大家有沒有乖乖的吃早餐呀 我以前都不吃早餐的 因為懶 睡覺時間都不夠了 哪有時間起來做早餐呀 現在就不一樣啊 我每天起來把食材放進去 壓個三分鐘 刷完牙就可以吃了 我把我最經常做的三種告訴你們了 學起來 不要餓著肚子去工作學習哦 嘿我是石七 找個杯子 把兩片吐司中間掏空 完整的那片塗上沙拉醬 再把吐司疊上去 交叉的放上兩片培根 在中間凹陷的地方 灑灑滿滿的滋滋水 打個蛋 烤箱一百八十度十五分鐘 蛋黃流星 紫絲蠟絲的薄肉 泥茶吐司就做好啦 你學廢了嗎 呸 我沒有去哪裏 電話前飛停機 根本沒問題 你 真的特別消極 我卡在你那裏 我沒有潛力 你們都很好奇我做菜的成本 今天就給你們算一算 三塊錢吐司丁 一塊錢的牛奶 五毛錢的洋蔥 五毛錢的玉米粒 五分的黑胡椒 和一毛的沙拉醬 最後灑入五塊的芝士 用三毛的墊沸把它烤熟 九塊四毛五分的芝士 雞吐司就做好啦 你們說定家要定在多少呢 嘿我是石七 用小刀劃一個長飯型 用勺子把中間壓進去 一杯酸奶一個全蛋一個蛋 一個蛋黃十五克湯十五克生 攪和攪和 倒進吐司杯 進烤箱一百八十度二十五分鐘 撒一層細砂糖 蛋炭後多事就做好啦 你們猜今天花多少錢 你在做什麼 唱歌 One time Yeah yeah sure Digi Boy